中聯辦主任換上是張曉明之後 中聯辦裡面的高層官員都陸續提揮 最新一輪人事更替 主管商貿事務的副主任郭利已經卸任 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楊健空降做副主任 預計他會主管宣傳工作 一輪人事調動後 中聯辦已經明顯有新人事新作風 以七一為例 今年親中陣營的佈局有所轉變 由以往是早上搞大巡遊 改到下午又搞演唱會又搞商戶優惠 中央對於七一大遊行的態度有所轉變 由以往的各自表態轉變成為正面交鋒 張曉明上任以來都提倡了不少改革 最惠人熟悉就是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 提倡要廉潔 指令中聯辦的員工不可以再收禮物或收食品 甚至說明連抽獎活動都不可以參加 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們的透明度亦有所改變 早前四川衙安地震 中聯辦呼籲社會各界在捐款贈災 最終收到社會各界的捐款和物資 是接近兩億港元 中聯辦日前在他們的網頁上 將這兩億捐款的詳情羅列出來 由哪個單位負責捐錢 捐了多少錢和哪一天捐錢都清清楚所寫出來 最大手筆的就是李嘉誠基金 捐了三千萬 加利控股捐了二千五百萬 而九倉的吳光正 以及前人大常委曾憲子 各自以個人的名義捐了一千萬 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亦以個人的名義捐了十萬元 那份名單有十七頁那麼長 有些人捐了一百元或者二百元 都有清清楚所寫的羅列出來 可以說非常之有透明度 直逼中央部門和省市政府 直接去跑夜他們 中央一直在討論 要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加強公眾監察 中聯辦可能是一個比較適合先行先試的部門 中央部門和浔子 中央部門和浔子